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年三月两人正式宣布恋情以来,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,张继科作为乒乓球的世界冠军,给国家带来了众多荣誉,是非常值得大家尊敬的,而景田虽然演技不被很多人认可,圈列女艺人跟运动员走在一起也是头一力,两人平常很低调,但发的微博却总是在隐隐秀意外,当初公布恋情也是许多人表示祝福,然而在中国的传统七夕节,是情侣间的相互表白的日子, 不少明星夫妇情侣都纷纷出来秀意外,而之前张继科甚至见了景田的家长,于是大家都觉得这一对肯定会成,所以三天两头的传景田怀孕,两人已经秘密领证的消息,但没想到二人不仅在七夕节没有任何互动,甚至都没有在一起度过他们的第一个情人节,张继科更是在七夕发吻,七夕快乐不快乐其实不重要, 引起网友恐慌,难道两人的恋情出了问题了,前日张继科又发了一则微博,是一张自己在淡定煮茶的照片,而且其中还配文放弃才能拥抱,可真是意味颇深啊,很多网友也表示, 难道这是人走茶凉的节奏,曾经如此恩爱的两人,难道也要分手了吗?毕竟像杨子当初也是忽然深夜发闻,第二天就公布了分手,更让人疑惑的是,七月二十一号是景田生日,张继科这边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表示,其实当初两人当初恋情曝光的时候,许多人都表示两人不是很衬,更是指出景田之前应该是有金主加持,而张继科只是运动员, 可能会养不起景田,而此前景田就曾自破,被母亲催生,自己计划在三十五岁之前生亡,现在分开,难道是因为在这个计划上两人出了分歧,这些一系列的信息让大家都觉得景田和张继科两人可能已经分手,不过如也觉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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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